哎呀 麻烦了 天都快黑了 那到底掉哪儿了呢 要是找不到那个小熊怎么办 斯库比 哦 棍里 想什么呢 那么认真 哦 我正在担心自己还能不能遵守约定呢 哦 和谁在约定啊 你认识安妮吗 安妮 是那个脸上有小鹊斑的女孩吗 对 哎 今天安妮的弟弟不见了 什么 他弟弟不见了 不是 准确的说应该是玩具 他叫奥比 安妮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 对他来说他就是他的弟弟 我答应安妮要帮他找到弟弟 不对 是找到那个玩具 在他睡觉前找到 哎呀 可是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看来我这次没法遵守约定了 斯库比 不要着急 我帮你一起找吧 真的吗 嗯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找到安妮的玩具 绝对不会让你食言的 我们回来了 都完成任务了吗 我是最先完成任务的 真了不起 看到他们高兴的样子 太欣慰了 那以后一顺物品的归还工作 就都交给海莉好了 什么 那 那个 不过 婆莉好慢啊 就是啊 波莉 还没送完吗 等你回来哟 我们今天的任务全完成了 不好意思 小绝 有件事情需要大家来帮忙 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事关斯库比的信誉 斯库比的信誉 事情的经过 等你们到了再说吧 你们都到广场来吧 知道了 好了 我们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知道了 玩具 我没有见过呀 在那儿呢 是石头啊 哥哥角落我都找遍了 可还是找不到 不行 必须得找到 安妮说 他要是没有那个玩具 就睡不着觉 我要是害得他睡不着觉 那可就麻烦了 斯库比 你别着急 肯定会有办法的 小绝 Polly 有个好消息 有什么好消息 回来以后告诉你们 让斯库比也一起来吧 斯库比 你们看 哇 安妮的弟弟 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车站捡到的 但后来忙晕了 就忘记了 我们也不知道 在镇上找了好半天呢 对不起 我要是早点送来 你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没事 克里尼 多亏了你 现在我们找到了嘛 真的吗 当然 真的谢谢你 克里尼 也非常非常谢谢你们 大家都为我费心了 不客气 好了 斯库比 安妮马上就要睡觉了 你快点 给他送过去吧 好 安妮 该睡觉了 快点上床吧 再等会 斯库比 安妮 快上来看看 奥比 是我的奥比 斯库比 谢谢你 有个小牌子 送你的 以后重要的东西 一定要记得写上名字哦 知道了 我一定会的 现在你可以和奥比 睡个安稳觉了吧 嗯 肯定能做个好梦 斯库比 真的谢谢你 能够遵守和我的约定哦 不用谢 能遵守约定 我也非常开心 嗯 我跟凯普 说了这件事 他说这棵树 有着特别的回忆 一定会去看看的 是吗 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啊 真的好想知道啊 有情之树 那我们就叫它 有情之树吧 以后每年开花的时候 我们就来看看 纪念我们的友谊 好啊 嗯 嗯 嗯 啊 你说什么 啊 有情之树 开花了 刚才 我碰巧遇到了波斯提 我告诉他 有情之树 开花了 他说对那棵树 有着特别的回忆 一定会去看的呢 看来波斯提 没有忘记啊 啊 那不是波斯提吗 该不 你怎么来了 我刚好是路过这里罢了 麻烦让一下 我先到的好不好啊 该让路的是你 分明是我先到的 请你让开 什么 凭什么要我先让路 让我过去 就是我先到的 让开 让开 怎么样 我们的计谋成功了吗 肯定会成功 也不知道 他们两个现在怎么样了 我去看看吧 一会儿就回来 他的好奇心可真强啊 是啊 他们该和好了吧 救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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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你们 救救why 救救yor 救救 Amazon 我们来了 还好吗 救救我们 我推了一下 可是推不动啊 看来我们只能砍掉其中的一棵大树了 说什么 要砍掉大树 不行 不能砍树 绝对不能这么做 别担心 我们是不会砍树的 你们也不会有事的 罗伊 我们两个拉动树干 制造出一点空隙 而安巴呢 负责在后面推他们两个 好的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玻璃 准备好了 好的 开始行动 来 来 咦 那 呜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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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蛙好像要掉了 馬上就好了 大家再用一點力 只要細心照顧 大樹會好起來的 如果我們互相禮讓一下 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了 對不起 凱普 沒關係 我也有錯 以後 我一定會讓你先過的 沒關係 還是我讓著你吧 你在哪兒 好玩的東西 上去了 上去了 好好玩 哥哥 怎麼會是布魯諾 又沒接觸 今天有點奇怪呀 不好意思 我重新投一下 不過 布魯諾不在這裡 真好 布魯諾不會出事吧 哥哥 你在哪兒 不能這樣下去了 朋友們 我得回家一趟 你們幾個繼續玩球吧 布魯諾 怎麼突然說要回家了 這會兒功夫 它不會出什麼事吧 真不該把它自己扔在那裡的 哥哥 擔心得我都幻聽了 哥哥 哥哥 布魯諾 布魯諾 到底放哪兒去了 要是她知道球不見了 還不得跟我鬧翻天 你好 這裡是救援中心 小君 出大事了 出什麼事了 布魯諾 緊急出動 緊急出動 布魯諾被困在布魯姆斯別墅的電梯裡面了 請全體隊員馬上出動 是 小君 小君 真是大威風 大威風 不要混是大威風 大威風 大威風 突然拾開 我 ov音 不如你要受个好带个怎么办啊 别担心 肯定会平安出来的 布鲁尼 我们进去接你 别担心 稍等一会儿 快点 我好怕 安巴 你去把电梯设置成应急系统 好的 凯莉 你去准备安全绳索 确保能爬上屋顶 好的 好了 霍玲 不过好像有东西把电梯卡住了 信号显示异常 是吗 我上去确认一下 霍玲 准备完毕 走吧 罗伊 好 海力 在这儿 我们开始吧 罗伊 嗯 不如你 罗伊 好 李哥哥 没受伤吧 没 刚才肯定很害怕吧 不过你表现得很棒 我马上就带你出去 嗯 嗯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我们得马上上去 罗伊 现在可以拽上去了 好 霍玲 哥哥在下面看着你 你不用害怕 霍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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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霍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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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事 很好 用力抓紧 我重新往上拉 霍玲 霍玲 吓了一跳吧 现在我们可以上去了 好 霍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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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我带她一起玩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不用担心 布鲁尼不会有事的 哥哥 布鲁尼 哥哥 吓死我了 怎么样 景色是不是美极了呀 好漂亮的花啊 是你妈妈给你绣的吗 嗯 妈妈很喜欢这种花 帽子上有 书包上也有 你妈妈绣的真的很用心啊 能看出来 你妈妈她一定很疼爱你哦 才没有 爸爸妈妈应该觉得我很烦吧 什么 怎么会烦你呢 要不然 就是不喜欢我 总是不陪我玩 每天很晚才回来 安妮 爸爸妈妈是因为工作太忙 才会那样的 并不是因为不喜欢你 哦 还有爸爸妈妈那么辛苦的工作 都是为了你呀 哦 你看那朵花 一眼就能看出来 妈妈为了你 费了很多的心思呢 除了这个 你再想想安妮 想想爸爸妈妈 有多么关心你吧 每天晚上 睡觉前 爸爸都会亲近我 就是胡子有点扎人 嘿嘿嘿 还有呢 还有一次 我发了高烧 妈妈请了假 连夜照顾我呢 嘿嘿 你看 你多幸福啊 爸爸妈妈这么爱你 嗯 你说得对 嘿嘿嘿 啊 你看 那是妈妈最喜欢的花 哦 哪儿呢 斯库比 等一下哦 哦 危险安妮 快回来 没事的 我踩了花就回来 安妮 危险 马上就好了 踩到了 安妮 安妮 怎么办啊 小卷 不好了 安妮 在猫头鹰山谷 出去了 什么 别担心思不比 我马上派出球员队 安妮 海莉 你先去看看 安妮现在怎么样了 好多 在那儿呢 安妮 海莉 你没事吧 嗯 少等一下 救援队马上就到 来了 斯库比 哈尼 安妮掉到下面去了 别担心 斯库比 我们会把安妮 安全地救上来的 安巴 准备一下救生蓝 罗伊 准备好吊车 好的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霍利 嗯 罗伊 把救生蓝 慢慢地放下去 好 没问题 可以了 慢慢走上来吧 没事的 不用害怕 是 安妮 慢慢来 没事的 真棒 安妮 真棒 安妮 吓死我了 你没事的 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不过安妮 就算是为了摘花 你靠近悬崖边 这也太危险了 是啊 如果安妮 出了意外 你的爸爸妈妈 会很伤心的 嗯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对了 我的花 花在我这里呢 谢谢您 我知道不应该摘花 可是我想送给妈妈 是这样啊 相信银铃花也会理解安妮的心情的 幸好没有伤到花根 回家以后把它栽到花盆里吧 银铃花 原来这种花叫银铃花啊 什么 布鲁尼还得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吗 布鲁诺比较忙 说要晚点过来 布鲁尼 你会乖乖在这里玩 等着哥哥来接你吧 然后 我喜欢在这里玩 看来 布鲁尼玩得很开心啊 你们也玩得开心吗 是的 这是他第一次来 我们大家都让着他呢 你们真是太棒了 对刚刚认识的小朋友 都这么友善 这里多了一个好玩的东西啊 你是说那个蹦肠吗 这是前几天爷爷送给我的礼物 可米妮自己都舍不得用 很少让我们玩呢 那是因为爷爷说 只有大人在的时候 才可以上去玩的 没错 玩这个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是啊 那好 我们就先走了 要好好玩 等着布鲁诺来接你哦 好的 哥哥再见 哥哥再见 我要玩那个 不可以 布鲁尼 你难道没听到我们刚才说的吗 那个绝对不可以 不行 我就是要玩 就是不可以 快让开 快下来布鲁尼 不要 太好玩了 太淘气了 从现在开始 大家都不要理他 好 我们还是不要这样了 你们快看呐 我玩得多好啊 连风波都看得见 还看得见总部呢 大家都不要转头 让他自己玩个够好了 要是掉下来就糟了 快看看我呀 我可以跳得很高 高 快看呐 哇 哇 帮帮我 朋友们 肯定是在逗我们 大家不许转头 帮帮我 嗨孩子们 玩得开心吗 布鲁尼哥哥 布鲁尼呢 天哪 布鲁尼 布鲁尼 哥哥 快救救我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小军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布鲁尼 紧急出动 紧急出动 布鲁尼在玩蹦床的时候 不小心挂在树上了 大家注意 请大家马上行动 好的 布鲁尼 好 怎么办 凯莉 快 坚持一下 马上救你出来 凯莉哥哥 布鲁诺 布鲁尼交给我们来处理 你和孩子们先到安全的地方等着 好的 我知道了 Polly 因为蹦床 没有合适的地方安装安全气垫 我这边也是 大树被蹦床挡住了 梯子好像够不到 那好 安巴和我 先把蹦床移开吧 然后罗伊否则上去救布鲁尼 好的 好了 Polly 好的 我好害怕 冷静点 布鲁尼 乱动会更危险的 大家抓紧时间 马上就好了 波伊 快 好的 海力 再坚持一会儿 别担心 哥哥 我怕 没事的 相信我们 好了 海力 可以 可以了 好的 你真棒 布鲁尼 我得救了 这个看起来像树木害虫 树木害虫 这种虫子以树的养分为生 就是因为这个那些树木才生病的 那这种虫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看一下我调查过的地方就知道了 嗯 有标示的地方就是发现有害虫的地方 因为越往这个方向生病的树木就越多 所以虫子是来自于猫头鹰山谷某个地方 这样的话森林的害虫也肯定早已泛滥成灾了 小娟 我们必须尽快去猫头鹰森林查看一下 嗯 猫头鹰森林的调查我会交给安巴去做的 你们先帮忙解决一下镇上的问题吧 知道了 好疼啊 小君 有事吗 安巴 你能帮忙看一下这个视频吗 没问题 这不是树木害虫吗 因为这些虫子镇上的树木都生病了 我猜测虫子是来自于猫头鹰森林的某个地方 所以希望安巴能够调查一下那边的情况 好的 那边没有问题 这边也还可以 这些树生病了呀 安巴 调查进行得顺利吗 嗯 刚才我在附近发现了生病的树 我先把位置发给你 详细的情况得等我再调查一下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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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安波 安波 最后一次捕捉到信号的地方 是在这附近 对吗 嗯 肯定是在这附近 可是安波到底在哪里呢 安波 哦 这是什么声音 我们还是朝反方向再搜索一下比较好 你说呢 就这么办吧 伙伴们 安波在悬崖下面呢 真的 安波没事吗 没事 不过要是你们知道 安波正在做什么的话 肯定会吃惊的 哦 赶紧过去看看 嗯 安波 我就说嘛 你们肯定会吃惊的 安波 啊 你们来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那个 我在森林里调查时突然掉到悬崖下来了 因为对讲机坏了 就没能跟你们联系 再加上这里发生了更紧急的情况 什么紧急情况 看这里 这里就是害虫产生的地方 天哪 天哪 真的是很严重啊 所以你就自己在这里捡树枝吗 嗯 要是不赶紧减掉严重生病的树枝 害虫会扩散得更快 不过你没有受伤吧 我没事 只是时间很紧迫 要想拯救这片森林 就必须在今天之内控制住害虫的扩散 你们都会帮忙吧 当然了 安巴尼尽管吩咐 我们都听你的 好 那海力 你负责喷药 Holly和罗伊 你们去把生病的树砍掉 好 小军 刚才全都结束了 具体情况回总部再跟你说 啊 现在好像差不多了吧 嗯 好 这片森林的救治工作已经完成 我们回总部 小军一直很担心呢 肯定会担心的 到最后一个朋友都没交到 帮 帮帮我 啊 是我的烟楼机 别走啊 快帮帮我 不行 我觉得你好吓人 我吓人吗 嗯 你刚才跟朋友发那么大的脾气 还说饶不了他们 啊 你是看到我们玩鬼抓人了吧 我可是装鬼大王哦 嘿嘿 坏蛋难以后 嘿嘿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迈克斯 你呢 我叫瑞普提 那你是怎么弄成这样子的 这个 说来话长 我本来是要去港口办事的 路上发现有块样子很有趣的石头 哦 于是就突然想起来 白天跟朋友们玩的情景 就想试试自己能不能过去 结果就成这样了 嘿嘿嘿 你真是个好玩的家伙 嘿嘿 是吗 总之 能认识你很高兴 对了 救援队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我这就去打电话 别担心 在这里等着 我马上就回来 报警电话 报警电话 我得找个报警电话 报警电话 啊 找到了 坚持住啊 迈克斯 欢迎派对的消息都通知完了 那是什么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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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力 快呀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各位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麦克斯出事故了 他被卡在云波的岩石缝里了 现在需要帮忙 知道了 我们现在马上出发 木桂 金指甲 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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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杀 杀 海力 我们在这儿 麦克斯 没受伤吧 我没事 就是喘不上气 再坚持一会儿 马上就把你救出来 瑞菩提 你最好退到安全的地方 罗伊 你和我一起把上面的岩石抬起来 海力和安巴 你们把底下的岩石拖走 知道了 怎么样 都准备好了吗 嗯 好 开始 一 二 你们俩用力拉 各位坚持住啊 别担心 海力 再用力拉一下 好的 加油 一 二 快出来吧 哇 太棒了 什么 跟丢了 就在眼皮子底下跟丢了 错失了发现真相的大好时机 我来了 你回来了 彼得先生 我说 波克上哪儿去了 刚才出去了 还没回来呢 是吗 本来还想早点开工的 那就没办法了 好吧 那我们先去施工现场看看吧 好 波克 你在这里呀 波克 你在这儿干嘛 真是太巧了 现在我来给大家分工 好 把这里修一下 然后安装上路灯 所以布鲁诺负责挖一下这个地方 波克负责把这里的泥土给邓铺装上 麦克斯负责把道路碾平 嗯 知道了 嗯 知道了 就是挖这里对吗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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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克 我跟去看看 这回绝对不会再跟丢了 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波克 站住 你要去哪儿啊 嗯 嗯 嗯 波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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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嗯 危险 波克 快闪开 让开 呃 全部不小心 嗯 波克 波克 你没事吧 嗯 嗯 稍等一会儿 我去叫救援队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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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力 呃 你先去现场 实施交通管制 海力 知道了 啊 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波克 波克 海力 哎呀 哦 鎟 哈 咳 这边这边 波克 波克 没事吧 罗伊 嗯 我们把波克扶起来 好 小心 安巴 检查一下波克的身体状况 好的 停车 特里 出什么事了 前面有点事故 我们正在进行救助 今天只好麻烦你绕个道了 这样啊 那我原路返回吧 谢谢你 特里 别紧张 波克 我就是检查一下 看你有没有受伤 波克 安巴 它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嗯 我再仔细地给它检查一下 波克怎么样了 现在安巴正在进行检查 它蜷缩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Polly 恐怕我们要把它送到总部 做一下全身的检查了 嗯 波克 你再坚持一下 我们马上就把你带到总部去 嗯 嗯 嗯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诶 是一株花 嗯 波克的车禅里有株花 有株花 啊 这不是工地的那株花吗 难道说 你就是为了保护这株花才这样的吗 嗯 原来如此 终于揭开秘密了 揭开秘密 嗯 我告诉你们 嗯 这就是那棵花啊 真漂亮 嗯 波克 布鲁诺都告诉我们了 下次再遇到类似的事情 你一定要和我们说哟 就是啊 我们一定会帮你的啊 嗯 您就别担心了 我用这个就能让您顺利继续施工了 嘿 看 快看 现在不漏了吧 嗯 这个真的是很神奇呢 真的很神奇 哦 比奇 海力 那个到底是什么 这个 这是小绢新发明的万能软胶 还能当年和技用 嘿 这样 还能做成气球的神奇液体 哇 也不会爆掉 那我先回去了 剩下的您需要时再用吧 好海力 真的麻烦你了 谢谢你 彼得先生 哦 那个东西能借给我用用吗 哦 需要的话就拿去吧 我现在用不着了 谢谢喽 嘿嘿嘿 难道他家哪个地方有漏洞 哎 那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变大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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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 这真是晴天霹雳啊 哎呀 这样的话就不会漏水了 但是您最好还是早一点换个新水箱 知道了 谢谢 不过地面上为什么会积这么多的水呢 可别提了 海力拿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很奇怪的东西 嗯 啊 好快来看快来看 不会爆的米奇气球 哇 太漂亮了 超级大呢 真的不会爆呢 神奇吧 对 很神奇 不过更神奇的 是哥哥你的身体正在飘起来呢 什么 啊 啊 怎么回事 哥哥 哥哥 快让我下去 我要控告证了 米奇哥哥 米奇哥哥 好 ADA 哦 哎呀 哎呀 晓晓 哦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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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是 你先去寻找米奇 知道了 米奇 米奇 找到了 米奇 你好 我的绿色天使 米奇 你清醒点 哼哩 赶紧 米奇失去了意识 现在越飘越高了 什么 而且 气球越来越大 我自己根本无法控制它 你再坚持一会儿 海力 大家加快速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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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在那边 真是没有想到 已经飘得那么高了 那么高的话绳索够不到 我们必须要先找一个 让它降低的方法 那里 我们使用刷袋怎么样 把刷袋挂在米奇身上的话 高度就能降低了 海力 阿波 怎么样了 快点 米奇越升越高了 我们正在跟米奇挂上纱带 降低高度呢 准备就绪后再跟你联系 在这之前 你要坚持住 我知道了 还挺重的 海力能提得动吗 应该可以的 海力 准备好了 好 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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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走啊 下去了 下去了 朋友们 成功了 好极了 这个高度绳索就可以够到了 罗伊 我们赶紧让米奇下来吧 好了 使劲拽啊 再用点力 再用点力 好了 威乐先生 有电脑了吗 是啊 说是贝蒂小和爷爷视频通话了 我刚才已经告诉他 应该怎么样使用电脑了 电脑对初学者应该不容易 他没觉得难吗 嗯 一想到能和贝蒂视频通话 他学得可用心了 那他们通上话了吗 嗯 还没有呢 他说因为有时差 所以要等到晚上再通话 嗯 时间到了 嗯 啊 贝蒂啊 好的好的 我们在电脑上聊吧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吧 让我看看按这个开机 怎么回事啊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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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们店里着火了 着火了 全都怪我插错了插座 引起了火灾 威勒先生 店里很危险 您先到外面去 救援队马上就会赶到的 我在这儿呢 威勒先生 威勒先生 这里很危险 请您先退到安全地带 躲避一下吧 安巴 照顾好威勒先生 好的 海力 你负责控制现场 罗伊和我一起进去救火 好的 威勒先生 罗伊会尽快扑灭大火的 我们先走吧 好吧 我的电脑 我真吓完了 抛力 我看要先切断电源 找到了 好了 罗伊 好的 我孙女给我寄来的电脑 幸好火势不算很大 很快就扑灭了 可是电脑好像被烧坏了 都是我太粗心大意的错 贝蒂一定会非常难过的 您也别太上心了 只要您平安无事就好 贝蒂也会理解的 是啊 贝勒先生 振作一点 振作起来 好的好的 谢谢你们 只是贝蒂说他很想见我 哎 哎 啊 贝勒先生 要不给贝蒂 这张照片怎么样 照片 对 让照片送去您对他的问候 有了照片 贝蒂也就可以经常拿出来看看您了 这个主意不错呀 好主意 我来帮您拍照吧 你可以帮我拍照吗 没问题 那太好了 谢谢你们 谢谢 威勒先生 准备好了吗 怎么样 哇 威勒先生 好帅 怎么样 景色是不是美极了呀 好漂亮的花啊 是你妈妈给你绣的吗 嗯 妈妈很喜欢这种花 帽子上有 书包上也有 你妈妈绣的真的很用心啊 能看出来 你妈妈 她一定很疼爱你哦 才没有 爸爸妈妈 应该觉得我很烦吧 什么 怎么会烦你呢 要不然 就是不喜欢我 总是不陪我玩 每天很晚才回来 安妮 爸爸妈妈是因为工作太忙 才会那样的 并不是因为不喜欢你 哦 还有 爸爸妈妈那么辛苦的工作 都是为了你呀 哦 你看那朵花 一眼就能看出来 妈妈为了你 费了很多的心思呢 除了这个 你再想想安妮 想想爸爸妈妈 有多么关心你吧 每天晚上睡觉前 爸爸都会亲近我 就是胡子有点扎人 还有咯 还有一次 我发了高烧 妈妈请了假 连夜照顾我呢 你看 你多幸福啊 爸爸妈妈这么爱你 嗯 你说得对 呵呵 啊 你看 那是妈妈最喜欢的花 哦 哪呢 斯库比 等一下哦 哦 危险安妮 快回来 没事的 我采了花就回来 安妮 危险 马上就好了 采到了 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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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小卷 不好了 安妮 在猫头鹰山谷 出去了 什么 别担心思不比 我马上派出球员队 海力 你先去看看 安妮现在怎么样了 好东 在那儿呢 安妮 海力 你没事吧 嗯 稍等一下 救援队马上就到 哦 来了 斯库比 斯库比 哈尼 安妮掉到下面去了 别担心 斯库比 我们会把安妮 安全地救上来的 安巴 准备一下救生蓝 罗伊 准备好吊车 好的 好的 准备好了 霍利 嗯 罗伊 把救生蓝 慢慢地放下去 好 没问题 可以了 慢慢走上来吧 嗯 没事的 不用害怕 是啊 安妮 慢慢来 没事的 嗯 真棒 真棒安妮 真棒安妮 哎呀 吓死我了 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不过安妮 就算是为了摘花 你靠近悬崖边 这也太危险了 是啊 如果安妮出了意外 你的爸爸妈妈会很伤心的 嗯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嗯 对了 我的花 花在我这里呢 谢谢您 我知道不应该摘花 可是 我想送给妈妈 是这样啊 相信银铃花 也会理解 安妮的心情的 幸好 没有伤到花根 回家以后 把它栽到花盆里吧 银铃花 原来这种花 叫银铃花啊 嗯 这个 看起来像树木害虫 树木害虫 嗯 这种虫子 以树的养分为生 就是因为这个 那些树木才生病的 那这种虫子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 看一下我调查过的地方 就知道了 嗯 有标示的地方 就是发现有害虫的地方 因为 越往这个方向 生病的树木 就越多 所以 虫子是来自于 猫头鹰山谷 某个地方 这样的话 森林的海虫 也肯定早已泛滥成灾了 小娟 我们必须尽快去 猫头鹰森林 查看一下 嗯 猫头鹰森林的调查 我会交给安巴去做的 你们先帮忙解决一下 镇上的问题吧 知道了 好疼啊 小娟 有事吗 安巴 你能帮忙看一下这个视频吗 没问题 这不是树木害虫吗 因为这些虫子 镇上的树木都生病了 我猜测 虫子是来自于猫头鹰森林的某个地方 所以希望安巴能够调查一下那边的情况 好的 那边没有问题 这边也还可以 这些树生病了呀 安巴 调查进行的顺利吗 嗯 刚才 我在附近发现了生病的树 我先把位置发给你 详细的情况 得等我再调查一下 啊 啊 啊 你可把努力撞开 我现在 nearer了 安巴 安巴 最后一次捕捉到信号的地方 是在这附近 对吗 嗯 肯定是在这附近 可是安巴到底在哪里呢 安巴 哦 这是什么声音 我们还是朝反方向再搜索一下 比较好 你说呢 就这么办吧 伙伴们 安巴在悬崖下面呢 真的 安巴没事吗 没事 不过要是你们知道 安巴正在做什么的话 肯定会吃惊的 哦 赶紧过去看看 嗯 安巴 我就说嘛 你们肯定会吃惊的 安巴 安巴 啊 你们来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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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时间很紧迫 要想拯救这片森林 就必须在今天之内 控制住害虫的扩散 你们都会帮忙吧 当然了 当然了 安巴你尽管吩咐 我们都听你的 好 那海力 你负责喷药 哈利和罗伊 你们去把生病的树砍掉 好 小君 刚才全都结束了 具体情况回总部 再跟你说 啊 现在好像差不多了吧 嗯 好 这片森林的救治工作 已经完成 我们回总部 小娟一直很担心呢 肯定会担心的 哎呀 麻烦了 天都快黑了 那到底掉哪儿了呢 要是找不到 那个小熊怎么办 斯库比 哦 森林 想什么呢 那么认真 哦 我正在担心 自己还能不能 遵守约定呢 哦 和谁在约定啊 你认识安妮吗 安妮 是那个脸上 有小雀斑的女孩吗 对 今天安妮的弟弟 不见了 什么 他弟弟不见了 不是 准确的说 应该是玩具 他叫奥比 安妮喜欢他 喜欢得不得了 对他来说 他就是他的弟弟 我答应安妮 要帮他找到弟弟 不对 是找到那个玩具 在他睡觉前找到 哎呀 可是我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 看来我这次 没法遵守约定了 哎哟 斯库比 不要着急 我帮你一起找吧 真的吗 嗯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找到 安妮的玩具 绝对不会让你食言的 我们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都完成任务了吗 我是最先完成任务的 真了不起 看到他们高兴的样子 太欣慰了 那以后 一顺物品的归还工作 就都交给海莉好了 什么 那 那个 不过 婆莉好慢啊 就是啊 婆莉 还没送完吗 等你回来哟 我们今天的任务 全完成咯 不好意思 小娟 有件事情 需要大家来帮忙 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事关斯库比的信誉 斯库比的信誉 事情的经过 等你们到了再说吧 你们都到广场来吧 知道了 好了 我们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知道了 玩具 我没有见过呀 哦 在那儿呢 是石头啊 各个角落我都找遍了 可还是找不到 不行 不行 必须得找到 安妮说 她要是没有那个玩具 就睡不着觉 我要是害得她睡不着觉 那可就麻烦了 斯库比 你别着急 肯定会有办法的 小娟 波利 老板 有什么好消息 有什么好消息 回来以后告诉你们 让斯库比也一起来吧 斯库比 你们看 哇 安妮的弟弟 这是什么回事 我在车站捡到的 但后来忙晕了 就忘记了 我们也不知道 在镇上找了好半天呢 对不起 我要是早点送来 你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没事 可里尼 多亏了你 现在我们找到了嘛 真的吗 当然 真的谢谢你 可里尼 也非常非常谢谢你们 大家都为我费心了 不客气 好了 斯库比 安妮马上就要睡觉了 你快点 给他送过去吧 好 安妮 该睡觉了 快点上床吧 再等会 斯库比 安妮 快上来看看 奥比 是我的奥比 斯库比 谢谢你 有个小牌子 送你的 以后重要的东西 一定要记得写上名字哦 知道了 我一定会的 现在你可以和奥比 睡个安稳觉了吧 嗯 肯定能做个好梦 斯库比 真的谢谢你 能够遵守和我的约定哦 不用谢 能遵守约定 我也非常开心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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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你在哪里 哦 好玩的东西 上去了 上去了 好好玩 哥哥 怎么会是布鲁诺 又没接触 今天有点奇怪呀 不好意思 我重新投一下 不过布鲁诺不在这里 真好 布鲁诺不会出事吧 哥哥 你在哪儿 不能这样下去了 朋友们 我得回家一趟 你们几个继续玩球吧 布鲁诺 怎么突然说要回家了 这会儿功夫 他不会出什么事吧 真不该把他 自己扔在那里的 哥哥 担心得我都换听了 哥哥 哥哥 布鲁诺 到底放哪儿去了 要是他知道球不见了 还不得给我闹翻天 你好 这里是救援中心 小绝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布鲁诺 紧急出动 紧急出动 布鲁尼被困在布鲁 母兹别墅的电梯里面了 请全体队员马上出动 是 将军 是 将军 是 将军 快来帮忙 快快 布鲁尼要是我个浩泰哥怎么办 别担心 肯定会平安出来的 布鲁尼 我们进去接你 别担心 稍等一会儿 快一点 我好怕 安巴 你去把电梯设置成应急系统 好的 凯莉 你去准备安全绳索 确保能爬上屋顶 好的 好了 不过好像 有东西把电梯卡住了 信号显示异常 是吗 我上去确认一下 布鲁 准备完毕 走吧 罗伊 好 海力 在这儿 我们开始吧 罗伊 嗯 布鲁尼 布鲁尼 哥哥 没受伤吧 没 刚才肯定很害怕吧 不过你表现得很棒 我马上就带你出去 嗯 嗯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我们马上上去 嗯 罗伊 现在可以拽上去了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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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你 哥哥在下面看着你 你不用害怕 啊 啊 布鲁尼 布鲁尼 怎么了 布鲁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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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用力抓紧 我重新往上拉 嗯 布鲁尼 吓了一跳吧 嗯 现在我们可以上去了 好 嗯 啊 刚才要是我 带他一起玩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嗯 不用担心 布鲁尼 不会有事的 哥哥 啊 布鲁尼 哥哥 吓死我了 威乐先生 有电脑了吗 是啊 说是贝蒂小和爷爷视频通话了 我刚才已经告诉他应该怎么样使用电脑了 电脑对初学者应该不容易 他没觉得难吗 嗯 一想到能和贝蒂视频通话 他学得可用心了 那他们通上话了吗 嗯 还没有呢 他说因为有时差 所以要等到晚上再通话 嗯 时间到了 嗯 背地啊 好的好的 我们在电脑上聊吧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吧 让我看看按这个开机 怎么回事啊 哎哟 哎哟 对了对了 哎呀 忘记插上电源了 哎哟 这下行了 哎 哎哟 怎么回事啊 哎哟 糟了 应该插在变压器上的 得马上把它拔掉 哎哟哟哟好烫啊 哎哟 找火啦 小娟啊 不好了 我们电力找火啦 找火啊 全都怪我插错了插座 引起了火灾 威德先生 电力很危险 你先到外面去 救援队 马上就会赶到的 啊 我在这儿呢 威乐先生 威乐先生 这里很危险 请您 闲退到安全地带 躲避一下吧 安巴 照顾好威乐先生 好的 海力 你负责控制现场 罗伊和我 一起进去救火 好的 威乐先生 罗伊会尽快扑灭大火的 我们先走吧 好吧 我的电脑 就这下完了 Polly 我看要先切断电源 找到了 好了 罗伊 好的 我孙女给我寄来的电脑 幸好火势不算很大 很快就扑灭了 可是电脑好像被烧坏了 都是我太粗心大意的错 贝蒂一定会非常难过的 您也别太上心了 只要您平安无事就好 贝蒂也会理解的 是啊 威乐先生 振作一点 振作起来 好的 好的 谢谢你们 只是贝蒂 说他很想见我 哎 哎 威乐先生 要不给贝蒂 这张照片怎么样 照片 对 让照片 送去您 对他的问候 有了照片 贝蒂也就可以 经常拿出来看看您了 这个主意不错呀 好主意 我来帮您拍照吧 你可以帮我拍照吗 没问题 那太好了 谢谢你们 谢谢 威乐先生 准备好了吗 怎么样 威乐先生 好帅啊 到最后一个朋友都没交到 帮帮我 是恐怕的烟龙机 别走啊 快帮帮我 不行 我觉得你好吓人 我吓人吗 你刚才跟朋友发那么大的脾气 还说饶不了他们 啊 你是看到我们玩鬼抓人了吧 我可是装鬼大王哦 嘿嘿 坏蛋难以后 嘿嘿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麦克斯 你呢 我叫瑞普提 那你是怎么弄成这样子的 这个 说来话长 我本来是要去港口办事的 路上发现有块样子 很有趣的石头 哦 于是就突然想起来白天跟朋友们玩的情景 就想试试自己能不能过去 结果就成这样了 嘿嘿嘿 你真是个好玩的家伙 嘿嘿 是吗 总之 能认识你很高兴 瑞普提 请你帮帮我吧 哦 好的 收档 我马上就把你拽出来 嘿嘿嘿 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瑞普提 麻烦你帮我叫一下救援队好吗 对了 救援队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嘿嘿 我这就去打电话 别担心 在这里等着 哎呀我马上就回来 报警电话 报警电话 我得找个报警电话 报警电话 哎 找到了 坚持住我麦克斯 救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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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音派对的消息都通知完了 哦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哎 哎 哎 瑞普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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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海力 出大事了 麦克斯的 哎 哎 好了 小军 啊你们都回来了 准备得顺利吗 当然了 刚才我把欢迎的条幅都已经做好了 啊 海力怎么还没回来呢 啊 海力 快呀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各位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麦克斯出事故了 他被卡在云波的岩石缝里了 现在需要帮忙 知道了 我们现在马上出发 不忍杀 美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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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安 美麟 妈 海力 我们在这儿 麦克斯 没受伤吧 我没事 就是喘不上气 再坚持一会儿 马上就把你救出来 瑞菩提 你最好退到安全的地方 罗伊 你和我一起 把上面的岩石抬起来 海力和安巴 你们把底下的岩石拖走 知道了 怎么样 都准备好了吗 好 开始 一 二 你们俩用力了 各位坚持住啊 别担心 海力 再用力拉一下 好的 加油 一 二 快出来了 快出来吧 哇 太棒了 什么 跟丢了 就在眼皮子底下跟丢了 错失了发现真相的大好时机 我来了 你回来了 彼得先生 我说 波克上哪儿去了 刚才出去了 还没回来呢 是吗 本来还想早点开工的 那就没办法了 好吧 那我们先去施工现场看看吧 好 波克 你在这里啊 波克 你在这儿干嘛 真是太巧了 现在我来给大家分工 好 把这里修一下 然后呢 安装上路灯 所以布鲁诺负责挖一下这个地方 波克负责把这里的泥土给邓谱装上 麦克斯负责把道路碾平 知道了 就是挖这里对吗 对 波克 我跟去看看 这回绝对不会再跟丢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波克 站住 你要去哪儿 波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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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克看 波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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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闪开 让开 全部不小心 伯克 伯克 你没事吧 稍等一会儿 我去叫救援队 海力 你先去现场 实施交通管制 知道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伯克 伯克 海力 你们稍微等一下 救援队马上就到 没事吧 伯克 来了 这边 这边 伯克 伯克 没事吧 罗伊 我们把伯克扶进来 好 小心 安巴 检查一下伯克的身体状况 好的 停车 克里 出什么事了 前面有点事故 我们正在进行救助 今天只好麻烦你绕个道了 这样啊 那我原路返回吧 谢谢你 克里 别紧张 别紧张 伯克 我就是检查一下 看你有没有受伤 伯克 安巴 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嗯 我再仔细地给他检查一下 伯克怎么样了 现在安巴正在进行检查 他蜷缩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一动也不动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终于揭开秘密了 揭开秘密 我告诉你们 这就是那检查一下 这就是那棵花啊 真漂亮 伯克 布鲁诺都告诉我们了 下次再遇到类似的事情 你一定要和我们说哟 就是啊 我们一定会帮你的啊 您就别担心了 我用这个就能让您顺利继续施工了 看 快看 现在不漏了吧 嗯 这个真的是很神奇呢 真的很神奇 哦 鲁鲁 海力 那个到底是什么 这个 这是小绢新发明的万能软胶 还能当年和技用 嘿 这样 还能做成气球的神奇液体 哇 也不会爆掉 那我先回去了 剩下的您需要时再用吧 好 海力 真的麻烦你了 谢谢你 彼得先生 那个东西能借给我用用吗 哦 需要的话就拿去吧 我现在用不着了 谢谢咯 难道它将哪个地方有漏洞 那是怎么回事 它怎么变大了 老天 这真是晴天霹雳 这样的话就不会漏水了 但是您最好还是早一点换个新水箱 知道了 谢谢 不过地面上为什么会积这么多的水呢 可别提了 海力拿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很奇怪的东西 好 快来看 快来看 不会爆的米奇气球 哇 太漂亮了 超级大呢 真的不会爆呢 神奇吧 对 很神奇 不过更神奇的是哥哥 你的身体正在飘起来呢 什么 怎么回事 哥哥 哥哥 快让我下去 我要控告账啊 迷奇哥哥 迷奇哥哥 好 god 歌奎 快乐 咖啡丽 你先去寻找米奇 知道了 踩驾 米奇 米奇 找到了 米奇 你好 我的绿色天使 米奇 你清醒点 云里 赶紧 米奇失去了意识 现在越飘越高了 什么 而且气球越来越大 我自己根本无法控制它 你再坚持一会儿 海力 大家加快速度 那边 在那边 真是没有想到 已经飘得那么高了 那么高的话 绳索够不到 我们必须要先找一个 让它降低的方法 那里 我们使用沙袋怎么样 把沙袋挂在米奇身上的话 高度就能降低了 海力 阿波 怎么样了 快点 米奇越升越高了 我们正在跟米奇挂上沙袋 降低高度呢 准备就绪后再跟你联系 在这之前你要坚持住 我知道了 还挺重的 海力能提得动吗 应该可以的 海力 准备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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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走啊 下去了 下去了 朋友们 成功啦 好极了 这个高度绳索就可以够到了 罗伊 我们赶紧让米奇下来吧 嗯 好了 使劲拽啊 再用点力 再用点力 好了 嗯 我跟凯普说了这件事 他说这棵树有着特别的回忆 一定会去看看的 是吗 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啊 真的好想知道啊 有情之树 那我们就叫它有情之树吧 以后每年开花的时候 我们就来看看 纪念我们的友谊 好啊 好啊 你说什么 有情之树开花了 刚才我碰巧遇到了波斯提 我告诉他 我告诉他有情之树开花了 他说对那棵树有着特别的回忆 一定会去看的呢 看来波斯提 看来波斯提没有忘记啊 那不是波斯提吗 我刚好是路过这里罢了 我刚好是路过这里罢了 麻烦让一下 我先到的好不好啊 该让路的是你 分明是我先到的 请你让开 什么 凭什么要我先让路 让我过去 就是我先到的 让开 让开 怎么样 我们的计谋成功了吗 肯定会成功 也不知道 他们两个现在怎么样了 我去看看吧 一会儿就回来 他的好奇心可真强啊 是啊 他们该和好了吧 救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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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出什么事情了 一东كeles 二东都不动 哦 啊 我们来了 还好吗 救救我们 我推了一下 可是推不动啊 看来我们只能砍掉其中的一棵大树了 说什么 要砍掉大树 不行 不能砍树 绝对不能这么做 别担心 我们是不会砍树的 你们也不会有事的 罗伊 我们两个拉动树干 制造出一点空隙 而安巴呢 负责在后面 推他们两个 好的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波莉 准备好了 好的 开始行动 准备好了 波莎好像要跳了 准备好了 波莎好像要跳了 准备好了 波莎好像要跳了 马上就好了 大家再用一点力 只要细心照顾 大树会好起来的 如果我们互相离让一下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对不起 凯普 没关系 我也有错 以后我一定会让你先过的 没关系 还是我让着你吧 怎么 布鲁尼还得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吗 布鲁诺比较忙 说要晚点过来 布鲁尼 你会乖乖在这里玩 等着哥哥来接你吧 然后 我喜欢在这里玩 看来 布鲁尼玩得很开心啊 你们也玩得开心吗 是的 这是他第一次来 我们大家都让着他呢 你们真是太棒了 对刚刚认识的小朋友都这么友善 这里多了一个好玩的东西啊 你是说那个蹦肠吗 这是前几天爷爷送给我的礼物 可米尼自己都舍不得用 很少让我们玩呢 那是因为爷爷说只有大人在的时候才可以上去玩的 没错 玩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是啊 那好 我们就先走了 要好好玩等着布鲁诺来接你哦 好的 哥哥再见 哥哥再见 我要玩那个 不可以 布鲁尼 你难道没听到我们刚才说的吗 那个绝对不可以 不行 我就是要玩 就是不可以 快让开 快下来 布鲁尼 不要 太好玩了 太淘气了 从现在开始大家都不要理他 好 我们还是不要这样了 你们快看呐 我玩的多好啊 哈哈 连风波都看得见 还看得见总部呢 大家都不要转头 让他自己玩个够好了 哦 要是掉下来就糟了 快看看我呀 我可以跳得很高一高 哦哦 看看呐 哇哦 帮帮我朋友们 哦 肯定是在逗我们 大家不许钻头 帮帮我 孩子们 玩得开心吗 布鲁诺哥哥 布鲁尼呢 天哪 布鲁尼 布鲁尼 哥哥 快救救我 你好 这里是救援队 小军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布鲁诺 紧急出动 紧急出动 布鲁尼在玩蹦床的时候 不小心挂在树上了 大家注意 请大家马上行动 好的 然后儿子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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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凯莉 快 坚持一下 马上救你出来 凯莉哥哥 布鲁诺 布鲁尼交给我们来处理 你和孩子们先到安全的地方等着 好的 我知道了 Holly 因为蹦床 没有合适的地方安装安全气垫 我这边也是 大树被蹦床挡住了 梯子好像够不到 那好 安巴和我 先把蹦床移开吧 然后罗伊否则上去救布鲁尼 好的 好了 好的 我好害怕 冷静点 布鲁尼 乱动会更危险的 大家抓紧时间 马上就好了 好 路易 快 好的 海力 再见着一会儿 别担心 哥哥 我怕 没事的 相信我们 好了 海力 可以 可以了 好的 你真棒 布鲁尼 我得救了 你在哪儿 好玩的东西 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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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玩 哥哥 怎么会是 布鲁尼 又没接触 今天有点奇怪呀 不好意思 我重新逃一下 不过 布鲁尼不在这里 真好 布鲁尼不会出事吧 哥哥 哥哥 你在哪儿 不能这样下去了 朋友们 我得回家一趟 你们几个继续玩球吧 布鲁尼 怎么突然说要回家了 这会儿功夫 他不会出什么事吧 真不该把他 自己扔在那里的 哥哥 担心到我都幻听了 哥哥 哥 布鲁尼 到底放哪儿去了 要是他知道球不见了 还不得跟我闹翻天 您好 这里是救援中心 小军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布鲁尼 紧急出动 紧急出动 布鲁尼被困在 布鲁尼斯别墅的 电梯里面了 请全体队员马上出动 是 小军 小军 不然 大事 好,好,好,好 快来帮忙 快快 布鲁尼要是我个好带哥怎么办 别担心 肯定会平安出来的 布鲁尼 我们进去接你 别担心 稍等一会儿 快一点 我好怕 安巴 你去把电梯设置成应急系统 好的 凯莉 你去准备安全绳索 确保能爬上屋顶 好的 好了 布鲁 不过好像 有东西把电梯卡住了 信号显示异常 是吗 我上去确认一下 布鲁 准备完毕 走吧 布鲁 好 凯莉 凯莉 在这儿 我们开始吧 罗伊 嗯 布鲁尼 布鲁尼 好 李哥哥 没受伤吧 没 刚才肯定很害怕吧 不过你表现得很棒 我马上就带你出去 嗯 嗯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我们得马上上去 我们得马上上去 罗伊 现在可以拽上去了 好 布鲁尼 哥哥在下面看着你 你不用害怕 啊 破莉 怎么了 破莉 嗯 嗯 我们没事 很好 用力抓紧 我重新往上拉 嗯 布鲁尼 吓了一跳吧 嗯 现在我们可以上去了 好 嗯 嗯 刚才要是我带他一起玩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嗯 不用担心 布鲁尼不会有事的 哥哥 嗯 哦 弗鲁尼 嗯 哥哥 嗯 吓死我了 什么 跟丢了 就在眼皮子底下跟丢了 错失了发现真相的大好时机 我来了 嗯 你回来了 彼得先生 嗯 我说 波克上哪儿去了 嗯 嗯 刚才出去了 还没回来呢 嗯 是吗 本来还想早点开工的 那就没办法了 好吧 那我们先去施工现场看看吧 好 波克 你在这里啊 波克 你在这儿干嘛 嗯 嗯 真是太巧了 现在我来给大家分工 好 把这里修一下 然后呢 安装上路灯 所以布鲁诺负责挖一下 这个地方 嗯 波克负责把这里的泥土 给邓普装上 麦克斯 负责把道路碾平 知道了 知道了 就是挖这里对吗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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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克 我跟去看看 这回 绝对不会再跟丢了 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波克 站住 你要去哪儿啊 波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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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嗯 危险 波克 快闪开 嗯 离开 拉开 全部都不小心 波克 波克 你没事吧 嗯 等一会儿 我去叫救援队 艾莉 你先去现场实施交通管制 知道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伯克 伯克 海莉 你们稍微等一下 救援队马上就到 没事吧 伯克 来了 这边这边 伯克 伯克 没事吧 罗伊 我们把伯克扶起来 好 小心 安巴 检查一下伯克的身体状况 好的 停车 特里 出什么事了 前面有点事故 我们正在进行救助 今天只好麻烦你绕个道了 这样 那我远路返回吧 谢谢你 特里 别紧张伯克 我就是检查一下看你有没有受伤 伯克 安巴 它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嗯 我再仔细地给它检查一下 伯克怎么样了 现在安巴正在进行检查 它蜷缩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哈利 恐怕我们要把它送到总部 做一下全身的检查了 嗯 伯克 你再坚持一下 我们马上就把你带到总部去 嗯 嗯 哦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诶 是一株花 伯克的车禅里有株花 有株花 啊 这不是工地的那株花吗 难道说你就是为了保护这株花才这样的吗 嗯 原来如此 终于揭开秘密了 揭开秘密 嗯 我告诉你们 嗯 这就是那棵花啊 真漂亮 嗯 嗯 伯克 布鲁诺都告诉我们了 下次再遇到类似的事情 你一定要和我们说哟 就是啊 我们一定会帮你的啊 嗯 怎么样 景色是不是美极了呀 哼哼哼 who tiene 好漂亮的花啊 是你妈妈给你绣的吗 嗯 妈妈很喜欢这种花 帽子上有 书包上也有 你妈妈绣的真的很用心啊 能看出来你妈妈她一定很疼爱你哦 才没有 爸爸妈妈应该觉得我很烦吧 什么 怎么会烦你呢 要不然就是不喜欢我 总是不陪我玩 每天很晚才回来 安妮 爸爸妈妈是因为工作太忙才会那样的 并不是因为不喜欢你 还有爸爸妈妈那么辛苦的工作 都是为了你啊 哦 你看那朵花 一眼就能看出来 妈妈为了你 费了很多的心思呢 除了这个 你再想想安妮 想想爸爸妈妈有多么关心你吧 每天晚上睡觉前 爸爸都会亲近我 就是胡子有点扎人 还有呢 还有一次我发了高烧 妈妈请了假 连夜照顾我呢 你看 你多幸福啊 爸爸妈妈这么爱你 你说得对 你看 那是妈妈最喜欢的花 哪呢 Scooby 等一下哦 哦 危险安妮 快回来 没事的 我踩了花就回来 安妮 危险 马上就好了 踩到了 安妮 怎么办啊 小圈 不好了 安妮 在猫头鹰山谷出去了 什么 别担心思不比 我马上派出球员队 爱妮 你先去看看 安妮 现在怎么样了 好多 在那儿呢 你 你没事吧 稍等一下 救援队马上就到 来了 斯库比 哈尼 安妮掉到下面去了 别担心 斯库比 我们会把安妮安全地救上来的 安巴 准备一下救生蓝 罗伊 准备好吊车 好的 准备好了 哈尼 罗伊 把救生蓝慢慢地放下去 好 没问题 可以了 慢慢走上来吧 没事的 不用害怕 是啊 安妮 慢慢来 没事的 真棒 安妮 真棒 安妮 吓死我了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不过 安妮 就算是为了摘花 你靠近悬崖边 这也太危险了 是啊 如果安妮出了意外 你的爸爸妈妈会很伤心的 嗯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对了 我的花 花在我这里呢 谢谢你 谢谢你 我知道不应该摘花 可是 我想送给妈妈 是这样啊 相信银铃花 也会理解安妮的心情的 幸好 没有伤到花根 回家以后 把它栽到花盆里吧 银铃花 原来这种花叫银铃花啊 哎呀 麻烦了 天都快黑了 那到底掉哪儿了呢 要是找不到那个小熊怎么办 斯库比 哦 公里 想什么呢 那么认真 哦 我正在担心自己 还能不能遵守约定呢 哦 和谁在约定啊 你认识安妮吗 安妮 是那个脸上有小鹊斑的女孩吗 对 今天安妮的弟弟不见了 什么 她弟弟不见了 不是 准确的说应该是玩具 她叫奥比 安妮喜欢她喜欢得不得了 对她来说她就是她的弟弟 我答应安妮要帮她找到弟弟 不对 是找到那个玩具 在她睡觉前找到 哎呀 可是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看来我这次没法遵守约定了 斯库比 不要着急 我帮你一起找吧 真的吗 嗯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找到安妮的玩具 绝对不会让你食言的 我们回来了 都完成任务了吗 我是最先完成任务的 真了不起 看到他们高兴的样子 太欣慰了 那以后一束物品的归还工作 就都交给海莉好了 什么 那 那个 不过 婆莉好慢啊 就是啊 婆莉还没送完吗 等你回来哟 我们今天的任务全完成了 不好意思小娟 有件事情需要大家来帮忙 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事关斯库比的信誉 斯库比的信誉 事情的经过 等你们到了再说吧 你们都到广场来吧 知道了 好了 我们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知道了 玩具 我没有见过呀 在那儿呢 是石头啊 各个角落我都找遍了 可还是找不到 不行 必须得找到 安妮说 她要是没有那个玩具 就睡不着觉 我要是害得她睡不着觉 那可就麻烦了 斯库比 你别着急 肯定会有办法的 小娟 Polly 有个好消息 有什么好消息 回来以后告诉你们 让斯库比也一起来吧 斯库比 你们看 哇 安妮的弟弟 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车站捡到的 但后来忙晕了 就忘记了 我们也不知道 在镇上找了好半天呢 对不起 我要是早点送来 你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没事 克里尼 多亏了你 现在我们找到了嘛 真的吗 当然 真的谢谢你 克里尼 也非常非常谢谢你们 大家都为我费心了 不客气 好了 斯库比 安妮马上就要睡觉了 你快点 给她送过去吧 好 安妮 该睡觉了 快点上床吧 再等会儿 斯库比 斯库比 安妮 快上来看看 阿 阿比 是我的阿比 斯库比 谢谢你 有个小牌子 送你的 以后重要的东西 一定要记得 写上名字哦 知道了 我一定会的 现在 你可以和阿比 睡个安稳觉了吧 嗯 肯定能做个好梦 斯库比 真的谢谢你 能够遵守 和我的约定哦 不用谢 能遵守约定 我也非常开心 威乐先生 有电脑了吗 是啊 说是贝蒂小和爷爷 视频通话了 我刚才已经告诉他 应该怎么样 使用电脑了 电脑对初学者 应该不容易 他没觉得难吗 嗯 一想到能和贝蒂 视频通话 他学得可用心了 那他们通上话了吗 嗯 还没有呢 他说因为有时差 所以要等到晚上 再通话 嗯 时间到了 嗯 呃 贝蒂啊 好的好的 我们在电脑上聊吧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吧 让我看看按这个开机 怎么回事啊 对了对了 忘记插上电源了 这下行了 怎么回事啊 糟了 应该插在变压器上的 得马上把它拔掉 好烫好烫啊 着火了 小娟啊 不好了 我们店里着火了 着火了 全都怪我插错了插座 引起了火灾 威勒先生 店里很危险 您先到外面去 救援队马上就会赶到的 女士 我在这儿呢 威乐先生 威乐先生 这里很危险 请您 闲退到安全地带 躲避一下吧 安巴 照顾好威乐先生 好的 海力 你负责控制现场 罗伊和我 一起进去救火 好的 威乐先生 罗伊会尽快扑灭大火的 我们先走吧 好吧 我的电脑 真吓完了 Polly 我看要先切断电源 找到了 好了 罗伊 好的 我孙女给我寄来的电脑 幸好火势不算很大 很快就扑灭了 可是电脑好像被烧坏了 都是我太粗心大意的错 贝蒂一定会非常难过的 您也别太上心了 只要您平安无事就好 贝蒂也会理解的 是啊 威乐先生 振作一点 振作起来 好的 好的 谢谢你们 只是贝蒂 说他很想见我 哎 哎 威乐先生 要不给贝蒂 这张照片怎么样 照片 对 让照片送去您对他的问候 有了照片 贝蒂也就可以经常拿出来看看您了 这个主意不错呀 好主意 我来帮您拍照吧 你可以帮我拍照吗 没问题 那太好了 谢谢你们 谢谢 威乐先生 准备好了吗 怎么样 哇 威乐先生 好帅 我跟凯普说了这件事 他说这棵树有着特别的回忆 一定会去看看的 是吗 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呀 真的好想知道啊 有情之树 那我们就叫它有情之树吧 以后每年开花的时候 我们就来看看 纪念我们的友谊 好啊 你说什么 有情之树开花了 刚才 我碰巧遇到了波斯提 我告诉他 有情之树开花了 他说对那棵树有着特别的回忆 一定会去看的呢 看来波斯提没有忘记啊 那不是波斯提吗 盖普 你怎么来了 我刚好是路过这里罢了 麻烦让一下 我先到的好不好啊 该让路的是你 分明是我先到的 请你让开 什么 凭什么要我先两路 让我过去 就是我先到的 让开 让开 怎么样 我们的计谋成功了吗 肯定会成功 也不知道 他们两个现在怎么样了 我去看看吧 一会儿就回来 他的好奇心可真强啊 是啊 他们该和好了吧 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这是 出什么事情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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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 一动都不动 我们来了 还好吗 救救我们 我推了一下 可是推不动啊 看来我们只能砍掉其中的一棵大树了 说什么 要砍掉大树 不行 不能砍树 绝对不能这么做 别担心 我们是不会砍树的 你们也不会有事的 罗伊 我们两个拉动树干制造出一点空隙 而安巴呢 负责在后面推他们两个 好的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波莉 准备好了 好的 开始行动 有 Пот 不好了!花好像要掉啦! 馬上就好了!大家再用一點力! 只要細心照顧,大樹會好起來的 如果我們互相禮讓一下,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了 對不起,凱普 沒關係,我也有錯 以後,我一定會讓你先過的 沒關係,還是我讓著你吧 怎麼?布魯尼還得在這裡多待一會兒嗎? 布魯諾比較忙,說要晚點過來 布魯尼,你會乖乖在這裡玩,等著哥哥來接你吧 我喜歡在這裡玩 看來,布魯尼玩得很開心啊 你們也玩得開心嗎? 是的,這是他第一次來,我們大家都讓著他呢 你們真是太棒了,對剛剛認識的小朋友都這麼友善 哦,這裡多了一個好玩的東西啊 你是說那個蹦巢嗎? 這是前幾天,爺爺送給我的禮物 可米妮自己都捨不得用,很少讓我們玩呢 那是因為爺爺說,只有大人在的時候,才可以上去玩的 沒錯,玩這個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是啊,那好,我們就先走了 要好好玩,等著布魯諾來接你哦 好的 哥哥再見 哥哥再見 我要玩那個 不可以 布魯尼,你難道沒聽到我們剛才說的嗎 那個絕對不可以 不行,我就是要玩 就是不可以 快讓開 快下來,布魯尼 不要,太好玩了 太淘氣了 從現在開始,大家都不要理他 好,我們還是不要這樣了 你們快看呢,我玩的多好啊 連風波都看得見,還看得見總部呢 大家都不要轉頭,讓他自己玩個夠好了 哦,要是掉下來就糟了 快看看我呀,我可以跳得很夠夠 哦,快看呐 哇,哇 幫幫我,朋友們 哦 肯定是在逗我們,大家不許轉頭 幫幫我 嗨,孩子們,玩得開心嗎 哦,布魯尼哥哥 布魯尼呢 哦,天啊 布魯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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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快救救我 你好,這裡是救援隊 小君,出大事了 出什麼事了,布魯尼 緊急出動,緊急出動 布魯尼在玩蹦床的時候 不小心掛在樹上了 大家注意,請大家馬上行動 好的 會不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怎么办 凯莉 快 坚持一下 马上救你出来 凯莉哥哥 布鲁诺 布鲁尼交给我们来处理 你和孩子们先到安全的地方等着 好的 我知道了 Polly 因为蹦床 没有合适的地方安装安全气垫 我这边也是 大树被蹦床挡住了 梯子好像够不到 那好 安巴和我 先把蹦床移开吧 然后罗伊负责上去救布鲁尼 好的 好了 Polly 好的 我好害怕 冷静点 布鲁尼 乱动会更危险的 大家抓紧时间 马上就好了 布鲁尼 快 好的 海力 再见着一会儿 别担心 哥哥 我怕 没事的 相信我们 好了 海力 可以 可以了 好的 你真棒 布鲁尼 我得救了 这个 看起来像树木害虫 树木害虫 嗯嗯 这种虫子以树的养分为生 就是因为这个那些树木才生病的 那这种虫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 看一下我调查过的地方就知道了 嗯 有标示的地方就是发现有害虫的地方 因为越往这个方向生病的树木就越多 所以虫子是来自于猫头鹰山谷某个地方 这样的话 森林的害虫也肯定早已泛滥成灾了 小娟 我们必须尽快去猫头鹰森林查看一下 嗯 猫头鹰森林的调查我会交给安巴去做的 你们先帮忙解决一下镇上的问题吧 知道了 啊 好疼啊 小娟 有事吗 安巴 你能帮忙看一下这个视频吗 没问题 嗯 这不是树木害虫吗 因为这些虫子镇上的树木都生病了 我猜测虫子是来自于猫头鹰森林的某个地方 所以希望安巴能够调查一下那边的情况 好的 啊 那边没有问题 这边也还可以 啊 这些树生病了呀 安巴 调查进行得顺利吗 嗯 刚才我在附近发现了生病的树 我先把位置发给你 详细的情况得等我再调查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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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安巴 安巴 最后一次捕捉到信号的地方 是在这附近 对吗 嗯 肯定是在这附近 可是安巴到底在哪里呢 安巴 哦 这是什么声音 我们还是朝反方向再搜索一下 比较好 你说呢 就这么办吧 火把门 安巴在悬崖下面呢 真的 安巴没事吗 没事 不过要是你们知道 安巴正在做什么的话 肯定会吃惊的 哦 赶紧过去看看 嗯 安巴 我就说嘛 你们肯定会吃惊的 安巴 啊 你们来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那个 我在森林里调查时突然掉到悬崖下来了 因为对讲机坏了 就没能跟你们联系 再加上这里发生了更紧急的情况 什么紧急情况 看这里 这里 这里就是害虫产生的地方 天哪 天哪 真的是很严重啊 所以你就自己在这里剪树枝吗 嗯 要是不赶紧剪掉严重生病的树枝 害虫会扩散得更快 不过你没有受伤吧 我没事 只是时间很紧迫 不过 要想拯救这片森林 就必须在今天之内控制住害虫的扩散 你们都会帮忙吧 当然了 安巴尼尽管吩咐 我们都听你的 好 那海力 你负责喷药 霍利和罗伊 你们去把生病的树砍掉 好 啊 小军 刚才全都结束了 具体情况回总部再跟你说 啊 现在好像差不多了吧 嗯 好 这片森林的救治工作已经完成 我们回总部 小军一直很担心呢 肯定会担心的 到最后一个朋友都没交到 帮 帮帮我 啊 是我的腰部机 别走啊 快帮帮我 不行 啊 我觉得你好吓人 我吓人吗 嗯 你刚才跟朋友发那么大的脾气 还说饶不了他们 啊 你是看到我们玩鬼抓人了吧 我可是装鬼大王哦 嘿嘿 坏蛋难以后 嘿嘿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麦克斯 你呢 我叫瑞菩提 那你是怎么弄成这样子的 这个 说来话长 我本来是要去港口办事的 路上发现有块样子很有趣的石头 哦 于是就突然想起来白天跟朋友们玩的情景 就想试试到底能不能过去 结果就成这样了 嘿嘿嘿嘿 你真是个好玩的家伙 嘿嘿 是吗 总之能认识你很高兴 瑞菩提 请你帮帮我吧 哦 好的 收到 我马上就把你拽出来 哎 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瑞菩提 麻烦你帮我叫一下救援队好吗 对了 救援队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我这就去打电话 别担心 在这里等着 我马上就回来 报警电话 报警电话 我得找个报警电话 报警电话 啊 找到了 坚持住啊 麦克斯 哎 欢迎派对的消息都通知完了 哦 那是什么 哎 嘿 啵 瑞菩提 哎呀 哎呀 没事吧 哈利 出大事了 麦克斯的 好了 小军 啊 你们都回来了 准备得顺利吗 当然了 刚才我把欢迎的条幅都已经做好了 啊 海利怎么还没回来呢 啊 海利 快呀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各位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麦克斯出事故了 他被卡在云波的岩石缝里了 现在需要帮忙 知道了 我们现在马上出发 小军 借了 好 走 走 走 海力 我们在这儿 麦克斯 没受伤吧 我没事 就是喘不上气 再坚持一会儿 马上就把你救出来 瑞菩提 你最好退到安全的地方 罗伊 你和我一起把上面的岩石抬起来 海力和安巴 你们把底下的岩石拖走 知道了 怎么样 都准备好了吗 嗯 好 开始 一 二 你们俩用力拉 各位坚持住啊 别担心 海力 再用力拉一下 好的 加油 一 二 快出来吧 哇 太棒了 您就别担心了 我用这个就能让您顺利继续施工了 看 快看 现在不漏了吧 嗯 这个真的是很神奇呢 真的很神奇 哦 米奇 海力 那个到底是什么 这个 这是小绢新发明的万能软胶 还能当年和技用 嘿 这样 还能做成气球的神奇液体 哇 也不会爆掉 那我先回去了 剩下的您需要是再用吧 好 海力 真的麻烦你了 谢谢你 彼得先生 哦 那个东西能借给我用用吗 哦 需要的话就拿去吧 我现在用不着了 谢谢喽 嘿嘿嘿嘿 嘿嘿嘿 难道他家哪个地方有漏洞 哎 那 那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变大了 哎呀 这样的话就不会漏水了 但是您最好还是早一点换个新水箱 知道了 谢谢 不过地面上为什么会积这么多的水呢 可别提了 海力拿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很奇怪的东西 好 快来看 快来看 不会爆的米奇气球 哇 太漂亮了 超级大呢 真的不会爆呢 嘿嘿嘿 神奇吧 对 很神奇 不过更神奇的是 哥哥你的身体正在飘起来呢 什么 哎 怎么回事 哥哥 哥哥 快让我下去 我要控告证了 迷奇哥哥 迷奇哥哥 你先去寻找米奇 知道了 米奇 哦 找到了 哦 找到了 米奇 你好 我的绿色天使 嗯 米奇 你清醒点 云里 赶紧 米奇失去了意识 现在越飘越高了 什么 而且 气球越来越大 我自己根本无法控制它 你再坚持一会儿海力 大家加快速度 嗯 嗯 哦哦 哦唷 你好 SHA bara 好哦 好啊 啊 感觉 飘起它 呀 那么高的话,绳索够不到,我们必须要先找一个让它降低的方法 那里,我们使用沙袋怎么样?把沙袋挂在米奇身上的话,高度就能降低了 海力,阿波,怎么样了?快点,米奇越升越高了 我们正在跟米奇挂上沙袋降低高度呢,准备就绪后再跟你联系,在这之前你要坚持住 我知道了 还挺重的,海力能提得懂吗?应该可以的,海力,准备好了 好 往下走啊 下去了,下去了 朋友们,成功啦 好极了,这个高度绳索就可以够到了 罗伊,我们赶紧让米奇下来吧 嗯 好了 使劲拽啊 再用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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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wanted to 我 不行